记者陈魏慈新北报道 前年1月台北市医间安心班带学同道新北市土城 但要裤着纸旁的勤赌农场烤肉 并在附近减食水泥砖当炉火炸 为了水泥砖进爆炸 九岁黄姓男同脸部身体遭严重炸伤 农场料性负责人与国防部 埃搞业务过失重伤害 罪或不起诉确定 黄副令打国陪官司向陆军司令部 预料难求长601万余元 新北地院认为黄副取证不足 经判黄败诉仍可上诉 黄副主张陆军司令不是管理废弹的机关 本应对废弹品项数量处理作业 有管制记录 但军方迄今未提出废弹销毁护管制记录 足证有重大过失存在 此外农场主人收费提供场地供烤肉 对场地应负管理为负责任 且农场位于土城弹药库范围 廖南因了解农场具有危险性 廖南公称并非农场负责人 案发时也不在农场 农场管理由妻子负责 但当天妻子紧告诉老师可以使用堆放在农场的红砖 为指示对方使用活动地点外的水泥砖 且安心般表示会自备垂直为要求农场提供 农场责任应仅限于提供场地 土城弹药库千里后 他未听闻还有废弃弹药遗留在此地 也不知道水泥砖中竟包覆着废弃弹药 陆军司令部则表示 农场临近土城弹药库 但并非在营区范围内 案发后军方在附近找到83块铜匹工伐水 泥砖弹制土城银区清查时 各弹药库库门都仅必未受到破坏 又土城弹药库2007年牵制高雄太平银区之后 两度点交也都未有改水泥砖记录 检方处分指出将M303是57公里站防弹 以水泥砖顾风投海是40-70年代做法 但当时尚未电脑化 军方未见帐也查无相关档案资料 最早仅能追溯到89年 弹药库历任分库长野 军未听过以水泥砖风顾隐性处理弹药方式 男人军方有管理疏失 法官依检方处分书 认为无法证明陆军司令不有疏失 料男与其其无军事相关背景 也不可能知道水泥砖内藏有风险的可能 加上皇妇无法举证被告 有不法侵害其权力之事 因此判皇妇败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